Hello,大家好,我是Emma 我們這次又來拍一些舊的東西 DC最近有新的照片就是Aquaman 所以我們這次 剛好又可以捉回這個話題 我們就來拍Aquaman 還有Cyborg 是舊一點,但是 我在DC的Justice League 我欠這兩隻 拍開箱,拍完他們 我就可以跟之前的那三隻照顧的系列 Aquaman的號碼是MMS447 而這個Cyborg Cyborg不知道為什麼是TMS TMS是057 我剛剛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我沒有螺絲批 之前開箱,一直在家裡 有一個工具箱 可以在那裡拿電池、螺絲批 但我現在的Studio,我忘記帶過來 超級棒的 它不能穿椅 它的地台是跟之前Wonder Woman Batman那些一樣的 它下面那一層除了一個地台之外 還有兩個配件在那裡 第一,就是會有這個桶 神巴鎮死自己的廢章 然後就有兩隻機械臂 它分別每一隻都有三個可動關節的 第一個、第二個和第三個在那裡 但是它的手指就不能動的 它有一個握拳頭 嘩,其實它不是握拳頭 它這個是... 它是這樣的 我以為是這樣的 完全是反人系工學 原來只有Cyborg才可以做到這些手勢 Cyborg它是機械件比較多的 它首先會有幾支等梨子炮 其實也挺厲害的 想出來那個人也有點癫癫的 就是可以把機械配件組成這麼複雜 另外就有一個尖尖的 這個等梨子炮我覺得它不是那麼方便 旁邊有一個蓋子 它拿開了之後 我記得它的螺絲位是... 它是很貼近旁邊的 這個位置 我覺得無論是扭開它 或是上班的螺絲 都是比較難搞的 所以就算我有螺絲梯 我也未必會搞這個等梨子炮 我覺得玩玩具最重要是方便 但是它這個好像... 不是那麼理想的 除了這三支等梨子炮之外 它有幾個噴射器在這裡 那個噴射器就是這樣 其實是好像獨角獸的那條角 我換手它只有兩對 然後就是這個... 插著拳口 還有就是有一個... 它有六隻手指的 它有六隻手指的 其實它是這樣的 但是它... 有六隻 我剛剛想想為什麼好像多了一些東西 還有一個... 整個都是頭盔的頭雕 就是... 這樣的樣子 它是... 左邊眼睛是亮燈的 亮燈的位置 在後面揭開這個 那你就可以入到電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需要螺絲梯 我就是沒有螺絲梯 很強調 不是 我不想換啦 雖然我平時都難得換電 但是我這次真的沒有螺絲梯 在這裡 它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細薄 哪個想像中好 因為它是全身的 那麼多人都合不變 我打算它有些位置會出油 但是它又沒有 它保養得不錯 所以所有東西 細薄都蠻漂亮的 它其實只有顏色那方面 不太合乎我想像的那個顏色之外 它的線條 它的樣子 它的外形 其實是蠻出色的 本身也是機械 但是它的機械之餘 它用了一些零角面 拼湊在一起 令到它的肌肉感其實是有的 即使它是機械也好 而且它關節和關節之間的 一些機械零件拼湊在一起 我覺得真的很瘋 我不理你是... 你真的是漫畫 或是你這部電影 和人們在這裡 聊後期製作 怎樣去弄它這個Suit 都好 我覺得想到 把這麼多零件放在一起 都有點癲癲 就是... 你是要對這件事 好好認識 你才把這些零件放在一起 是很合理的 不是... 平時我們想的 兩個罐放在一起 就是手臂 你裡面也有些東西 在這裡連繫著才行 所以機械那些位置看完之後 我是挺驚奇 而且覺得挺讚嘆的 大家有沒有喝過花生雞腳湯 就是通常呢 媽媽煮得太久 或者翻煮 然後雞腳呢 皮脫掉了 只有一些筋 在這裡 然後他的腳就完全是... 是... 是... 他這個位置很像那些... 煮到散了的雞腳 前腹 他條頸 還有他後面呢 你看看他這些機械的東西 是多麼複雜 就是完全是show off 這個人對機械的認知 是去到什麼位置 但他有些可惜的是 他的手... 是這樣的 但他也是沒有可動關節 我覺得... 我覺得... 既然鋼骨 其實是機械的 他應該手指也有肉感 才是... 叫做... 完美一點 他這部電影裡面呢 是... 好像... 很絕望啊 很粉絲 很粉絲 那樣的樣子 那他這個表層呢 其實是... 我覺得是100%還原的 都已經... 時間關卡已經將他的非人粉絲 裝在身上 剛剛說有六支 那他呢 那兩支呢 是在上半身的 四支就是在下半身 上半身呢 就是在... 架底下面的這個位置 然後下半身呢 就是大腿旁邊 和小腿後邊 然後最後呢 就剩下我們的Aquaman 那他的配件呢 嘩... 小到我都不知道 架底胸 他有一個mutter box 在這裡 還有他的武器 就是這支五叉擊 其實應該是... 三叉擊吧 但他有五支叉 所以... 五叉擊應該都... 沒錯的 他就是... Neptum 海禍的武器 他比我想像中輕的 就是我以為他會有些份量 會聚首啦 但他輕度呢... 毫無殺傷力 他本身的手呢 就是放鬆 他有兩對可換手的 第一呢 就是... 他握著拳頭的 第二呢 就是... 比他拿著這個... 不叉擊用的手 他對手呢 相比起他的身形好像有點小 而且... 可能因為Aquaman 是很久之前啦 對比起呢 其實他對手有點舒適的 就是... 現在的手漂亮很多 在那時候來說 會覺得很精彩 但是... 現在他進步了 所以... 拿回這個手來看 和對比呢 會覺得他進步了 但其實是件好事來的 就是證明... Hot Toys 他在這方面 他有進步了 最後呢 就真的看到... Aquaman 他的半磚 我覺得... 制服組 或者是美術組的人 他們是真的有... 用心去... 刁剌啦 因為他的顏色呢 他是一個青銅 還有... 還有... 金屬的那些顏色 這些呢 是... 很古老的顏色 或者是... 海底裡面被海水侵蝕 浸了很久的那些顏色 所以用在他這套Suit裡面 我覺得是十分之... 合適的 還有呢... 這套Suit 由頭到腳呢 他有不同的... Pattern在這裡 他有很多的幾何圖案 還有... 像水鞋一樣的... Boot在這裡 你看到他上面呢 其實有很多... 三角形 有大自小的下去的 除了這些之外呢 你看到他很多... 可不可以用十字嗎 好像那些... 地鐵... 接駁車箱那些... 十字是十字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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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這個圖案 你們覺不覺得Aquaman呢 好像差那麼一件斗篷 雖然他... 有一個斗篷在水裡面游泳 好像有一些... 反字啦 被斗篷纏著頸的話 會死的 但是... 但是... 那些英雄角色 不會說到他那麼... 那麼差 是嗎 那麼容易被斗篷纏死 我覺得有斗篷的話 好像都... 不錯啊 還有呢 就是Aquaman的他 這套Suit呢 那個外形呢 我們比起鱷魚 就是鱷魚皮夾 紋路啊 跟他有點相似的 Aquaman 他的表情經常都很認真啊 他... 是皺了眉 他這個... 表情圍形度其實很高的 但是總是覺得... 差... 差點滴滴滴 他以前... 舊時Hot Toys那些figure 那些頭條 很多都差那麼少少 那他也是的 他旁邊就做得好似的 但是正面看下去呢 總是覺得... 好像... 差那麼少少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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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aman他可以放在一個Post 在我想像中 其實真的差無幾 因為他本來之後 這一支插藥的時候 他的Post 其實只能夠拿著這一支 一支插藥在那邊玩 還有... 他的關節呢 我玩的時候 我會想起... 超人 因為... 他們也是... 有點難去擺 不太聽話 但是... 相對上他是 比較穩的一支 然後... Cyborg呢 就跟Aquaman交換了 Cyborg呢 他的關節是十分之好 他擺這個Post 遠遠是比Aquaman多的 但他唯一不好呢 就是... 他的表情局限了一切 就是... 他的樣子呢 很絕望啊 也不想理啊 那些粉絲就俗 那樣的 當我放一些Post的時候 我看他的樣子呢 其實真的幾滑契 然後我就忍不住 換了他 他第二個看不到表情的那個頭雕 所以呢... 就是... 他在表情上扣分啦 他就是在肢體上扣分啦 而且我覺得這次呢 可惜加失敗的地方呢 就是... 我沒有螺絲批 然後呢... 就看不到他的位置去穿燈啦 要不然我相信呢... 我應該會有很久 在這個沒有燈的狀態下 我都跟他玩了大半個小時 如果有燈的話呢 一個多小時應該真的走不了 不過好了 今次這條 Justice League 最後兩支Aquaman和Savo的影片 就拍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就記得 comment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我分享給我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